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十分阅读人 阅读十分钟 让我们跨界阅读 处类旁通 好 我们今天有哪些书要跟大家聊呢 我们今天第一本书在聊之前 先要问大家 不知道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有创意的人吗 有的人觉得自己脑中 常常有难题进来的时候 找不到方法解决 或者老板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 脑子打结 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好 那今天的第一本书 书名叫做 开创你的创意天赋 它将要透过四个技术来帮助你 点燃你的创意思维 甚至能够看得更远 好 作者说人生是一场创作 是由无数的选择堆叠而成 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位置 想要精进或想要弥补 好 书中这idea四个步骤 将能够发挥你的更大创意 好 这本书的作者是 却施贾维斯 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 创业家 也同时是在这数十年当中被评鉴为 蛮有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 因为他曾经帮助苹果 nike 红牛等企业做创作性宣传 好 那这书中的四个idea要怎么样进行呢 第一个叫 imagine 想象力 请听你内在的想法 试着不要局限它 然后你可以尝试有各种新的点子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第二个 design 设计你想要设计的内容 同时尽可能让它变成一个系统化的 为什么要系统化呢 当你曾用系统化去运作 你要发挥充益的内容的时候 有架构的时候 延伸下一个点子进来的时候 它才能够在这个系统框架下 能够持续发挥效果 好 第三个叫 it's cute 执行 做久就会变真的 所以失败为成功之母 我们都听过 可是失败是先从行动中发生 不断的行动中 就能够奠基你的勇气和信心 能够让你能够达成你想达成的 然后最后一个叫 amplify 扩大 找到你自同道合的伙伴 并且能够培养出你的粉丝 就能够扩大你的影响力 当你能够在这过程当中 不断的累积成就感 累积别人看见你的作品 好 那接着你就会有更多的能量 持续在创意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创作是想要唱歌 作曲 舞蹈 编织啊 拍片啊 插花 或各种创意行为 其实这本书就是要写给你的 因为里面有各种帮助你 发挥潜力的做法 找到你内在力量 也同时能够带动你 去发挥你原本的潜能 好 所以这第一本要跟大家推荐的书籍 叫做 开启你的创意天赋 好 紧接着要介绍第二本书 在介绍第二本书之前呢 先问你 不知道大家每天使用手机多久的时间 就像现在你应该也是在使用手机 在看我们十分阅读人吧 好 其实下一个特别的专业名词叫做 数位原住民 什么叫数位原住民呢 就一出生 他所接触的就是数位手机 就像我们现在孩子 好 这本书的书名要介绍 第二本要跟大家分享 叫做 手机智人 好 什么叫手机智人呢 手机智人就是你 他这边有个副标题 有写说 你准备好成为消费者至上 时代被需要的人才嘛 好 那你就要掌握这个 手机智人的能力 以及了解这个世代 好 因为人类 人类因为智慧型手机的出现 将成为一种新的物种 是颠覆我们过往那种原始人的能力 因为数位已经能够使我们能够跨界 甚至跨全球性 我们以前资讯落差来自于 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资讯传递的速度 比较慢 可是当网络出现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网络 去打开你的未来性 不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小国家 小岛屿 而是能够透过网络找到更多的资源 所以啊 接下来 书也要提到说 如果你是一个商业人士 你是一个创业家 那你更应该要掌握这样的机会 找到人们因为手机而改变的生活习惯 所以这个时代啊 是一个手机智人的时代 人们在过去 可能你会觉得玩游戏 很浪费时间 可是在这时代来看哦 玩游戏其实并不是浪费 玩游戏甚至可以是一个富人的消遣 甚至还可能因为玩游戏创造财富 就像现在很多人过去想说 拍片很花钱 可是现在拍片容易吗 其实只要你有手机就能够拍片 因为科技的进步时 过去很多要很庞大成本才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都降到最低 然后也同时啊 在未来时代 很多数位影响了 已经不再只是单纯我们的娱乐而已 也会影响国与国之间贸易 政治等各种因素 就像近期我们都知道 其实美国和中国 除了贸易战之外 现在又打到了数位战 美国要禁止什么呢 禁止抖音 禁止微信 等等的一些中国软件 然后中国有没有禁止美国呢 其实也有 中国禁止美国包括脸书啊 Google啊等等很多服务 在中国也是没办法使用 都必须要搬墙才能够使用 所以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数位战 手机战 智能战 这也是我们这世代才会看得到的 而下一世代未来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科技出现了 可是如果你要掌握商机 掌握机会 那么你更应该要知道 现阶段 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以及要掌握现阶段 你能够掌握的机会 好这里大家分享第二本书叫 手机智能 好那怎么样分享第三本 在分享之前呢 想问大家是 不知道你自己 觉得自己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人吗 有人可能觉得自己很会说故事 有人觉得自己 哎呀 我说故事技巧有点 就是常常卡顿 并没有那么流畅 好没关系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本书 书名叫做 谁会说故事 谁就是赢家 如果你不会说故事没关系 接着我要跟你分享 一个厉害的赢家 如何成为赢家 其实有说故事技巧的方法 好所以书中提到说 其实每个商业人士 公司或企业 都需要学会什么呢 学会学会四种说故事的基本样态 第一种叫价值故事 价值故事 卖的是商品 所以能够提升销售和行销的成果 创办的故事 则是提高品牌的能见度 也同时提高品牌的自信心 也同时连员工走出去都有风 然后第三个叫死命故事 死命故事则是凝聚还有机理团队 让他们知道 这个公司有往哪个目标前进 第四个故事叫做顾客故事 能够改善销售行销 以及建立消费者对你的信任程度 好所以这是四个商业人士 公司企业都要能够学会说的故事 然后同时说好一个故事 有四个环节 哪四个呢 第一个环节叫做要有鲜明的角色 这角色不是英雄 而是这角色有他的个性 而且甚至他很平易近人 跟大家是相似的 这角色可以虚构 可是更好的是他是真实的 是创办人或者是其中一个优秀员工 或者其中一个优秀经理 他都是一个好的故事 第二个叫真实情感 不需要夸张 简单容易常见的画面 真实的流露 甚至在文字的运用上面 不需要用太多形容词 而是能够让人体切看 从文字当中看见你的真诚 你的用心 好那第三叫特定时刻 在空间时间情境的特定点上面 要让你的读者或者是听者 能够在有你诉说故事的时候 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 所以就人事实地物 然后第四个叫做具体细节 越具体越好 细节越用越多 听的人就能够更了解你 也能够更感同身手 好所以这本书啊 作者是金卓拉霍尔 他本身就是一个说故事专家 也是全美知名的演说家之一 然后他也开了顾问公司 教人如何说故事 所以他也提到说 阻止你说故事的最大障碍 是什么呢 是以为你自己没有故事 其实你并不是没故事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把它找出来 说出来 所以只要你愿意 这本书里面会有答案 告诉你如何说一个好故事 就像我们阅读人 就常常在线上跟大家说故事 说我们自己的故事 说书的故事 也说你的故事 透过讨论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挖掘内心 以至于曾经的点滴 伤害 或者那个人生的低落 可是在挖掘 其实更多时候 其实在读书的时候 在读自己 这也是我们每次开直播 或者分享各种好事的时候 都希望能够创造的价值 因为我们深信 生命空缺 可以用阅读补足 而这也是我们持续在努力推动 透过读书 读人 读世界 持续在做的事情 也谢谢你 支持阅读人 让我们能够为这世界说故事 接着就等待你 把今天的内容转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听见今天的故事 谢谢你参加今天的十分阅读人 也邀请你把它转发 按赞 分享啰 拜拜